賭場中莊家發牌 百家樂是不少優異場 獲賭場中的入門玩法 輸贏往往就在短短的 兩三分鐘之內 外傳張志佳 就是因為沉迷百家樂 和運動遷賭欠下賭債 知情人士透露 一般賭場 要自己單槍匹馬上門 恐怕很難 想必是有人幫忙牽線 讓張志佳找到門路 越線越深 但以欠債一兩百萬來說 張志佳賭得不算大 懷疑還加上運動遷賭 讓債務問題雪上加霜 很難想像張志佳 還曾經出唱片當歌手 當時舉辦見面會 臺下粉絲好幾百人 張志佳全盛時期 不但在世界盃一戰成名 玩瘋日本隊成了家喻戶曉的 抗日英雄 拍廣告代言漾漾來 老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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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餐總是在外 這一句廣告詞令人印象深刻 人生大起大落 歷經爆紅 涉嫌打假窮 如今涉賭欠債 人間蒸發 讓人不神唏嘘 解中部綜合報導